非食品添加物还养一碗 近期频频出现在食品里 除了10号公布知名的冰品 哈根达斯 有5个品项剪出了残留农药 还养一碗 已经是今年第二度出包 这一个多月来 也有12款的进口泡面 在食药署边境的检验 被剪出还养一碗 而早在去年 高级的巧克力品牌 Godava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读物科的专家 医师就表示了 还养一碗被世卫组织 公告是一级致癌物 会增加人体喜爱的风险 因此呼吁主管机关 应该要积极追查污染的来源 知名品品哈根达斯 这个月10号被食药署公告 5个品项特定批号产品 检出残留农药还养蚁丸 45万杯不合格产品流入市面 已经是今年第二度被演出 业者大动作停止出货 自主送业 而还养蚁丸用作制造抗冻剂 以及医疗设备和食品工业器材 消毒杀菌使用 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 毒物科专家示警 还养蚁丸对人体的危害不可轻忽 更密闭的空间 长期接触到还养蚁丸的话 它会增加一些血癌 我们所谓就白血病的风险 消费的吃下肚 也会可能会有肠胃道不适的症状 只是还养蚁丸在食品中被验出 近期越来越频繁 6月28号到8月2号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食药署边境检验 发现从日本、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 5个国家进口的12款泡面和杯面中 都检出残留农药还养蚁丸 而早在去年12月 高级巧克力品牌Godiva 也有多款冰淇淋产品 被通报还养蚁丸超标 近90公吨的产品流入台湾市面 紧急回收下架 所以一级致癌物就是人类确定致癌物 它不能出现在任何的食物或食品上 最主要还是要找出一些污染的来源 医师喊话 目前主管的食药署 都是被动的在进行查验 但随着越来越多进口食品 都检出非食品添加物的还养蚁丸 主管单位应该要更积极的追源头 避免民众一不小心身体持出问题 记者陶育宣张远杰台北报道